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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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检警当时锁定另一名男子继父人犯案 认为他嫌疑重大 一度被求处死刑 但后来案情急准直下 继父人获判无罪 关键就在DNA 原来继父人在压的九个月期间台中又发生一件性侵案 DNA解体跟性侵真性女大师的解体一样 难道金子会穿越铁牢吗 社会震惊 发愿审理后获判无罪 另外小慧遭强暴未遂 一审原判四年六个月 但却因为警方证物不见 没有证据情况下 92年也无罪定验 继父人莫名顶罪 原来东海之狼另有其人 当初要不是检警草率办案 不会让这一颗不定时炸弹趴趴走 也不会让被害人等这一句道歉 义等等了14年 民国86年 东海之狼 廖泰宜 然后干下了这件案子 然后后来他去海巡署当 大概想说他的东海之狼嘛 就去当海巡署的司官长 但是你可以看到 当年他们 那时候警方 今天记者有问 说你们明明抓错了 他说没有啊 因为我们找那个继父了 然后很多人都只认识他之外 他看到受害人还马上跪下去 痛哭 然后说愿意娶受害人为妻 所以我们就认定是他 可是他的DNA是不符合的 所以14年前 为什么14年后可以抓到真正的 这个在警方在起证是不是有问题 郭春 这个东海之狼 不管是东海之狼 或过去的淡江之狼 辅大之狼 我都有抓过 他刚刚所讲的是没有错 他跟被害人盗窃 可见他可能犯了很多案子 因为过去以我们的经验来看 那很可惜的是 因为在民国88年 我们的去养核糖核酸采样条例 就是DNA采样条例才通过 立法通过 只要是侵入性的采样 一定要经过立法的规范才可以 像指纹 这个不是侵入性 可是DNA是要侵入 比如说采血 过去我们采心脏血 采骨髓这些 采毛发 但是现在比较简单 因为现在采口腔的粘膜液就可以了 像过去台中的夜店的大火 隔两天DNA马上就证明说 人往生的还很活体 还很新鲜的时候 很容易采到 那民国86年 可见那个时候DNA的采样条例还没有过 因为88年才过了 那更可惜的是 我们过去在刑事单位里面 见识组里面没有证务室 所以以前我们采到了 比如说指甲 血衣 血裤 一些东西我们都放哪里 都放冰箱 没有证务室 但没有证务室 因为所有的刑警大队或是刑事单位 它的设立不是为鉴定而设立的 它是为侦查 因为破答案 抓药犯 才是刑警的重要的工作 是后来慢慢我们科技演变以后 才会发现说 原来证据这么重要 因为在法庭上证据的证明力 才可以定嫌犯 入罪 这个是很容易去解释的这个问题 是 刚刚我们听议员讲了这个警方的办案过程 当然中间是有几个比较不进步的时代 到进步的时代 但是我要请教辉文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这个案子吗 警方其实就是抓错人了 如果说当初DA的技术没有那么进步 代表是不是十几年前的案子 全部警方办案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我想分三个阶段来看 就是说法官 检察官到警察 那我们当时是从警察开始讲起 因为这案子一开始的时候 法官 检察官都没有办法马上去介入 刚刚董哥提到说那个下跪还道歉 寄负人 他有说法咯 警察这个案子被我刺了 看到被害人一个浪漱 然后就跪下 他也有道歉 也有认错 然后说要娶他 请被害人不要难过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好笑 而且跟张国庆的内容也蛮像的 都是被推了一把 然后就开始痛苦流涕这样子 对 然后就开始认错 认罪 甚至开始自白了 好 我几月几月要去哪里什么 那这些动作我说我分上一件 第一个就要讲警察的部分的话 这个被害人也只认了 就是他 可是董哥虽然那个有戴安全帽 不过我觉得这个被害人他只认 我们不讲被害人 我们讲证人好了 因为他有一个邻居 邻居说我看到那个人跑出来 又说是他 他还给他扭打 那请问这个邻居 你现在怎么解释 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就是 这一段都是有警方在处理的 找谁执任 找证人 然后采集这些证物送去比对 那如果没有办法 那时候没有办法强势的话 其实很多证物 特别说这个背包 我不像国庆兄在 他们应该是第一线的警察 我们社会记者在写这种案子 很少看到说有那种公寓之狼 那种什么美工岛之狼 他会掉这么多东西在现场 掉这些东西在现场 然后警方来就把这谁的 这先方来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竟然不见了 董哥我很合理的质疑 这些东西不见是不小心不见的 还是发现说 那不是不是那个人 反动不见了 是故意还是过失 这个我很怀疑的 如果是故意的话 因为我必须讲 我们不是第一件有这种重要证物不见的案子 已经很多件了 对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最早就是第一线 我们现在看很多案子都有争议啊 收不钱到最后一审二审三审发回 然后到最后大家想 那他的政绩呢 三死囚案 说王文孝把那一堆夫妻把他杀了以后 然后后来刀子不见了 那怎么回事 就最后都变成这样 那我们看到这个 他其实里面 我很认真的看他的过程 警方跟检察官好像问题种种 马力士 有没有 其实这个案子又回到我们以前的办案的方式 以前到现在到底有没有进步 有 我认为有进步 但是自白的诱惑这件事情 深深牵引着台湾整个司法体系的运作 一个自白实在是太诱人了 没有这个自白呢 我几乎是没有办法伸展 包含警察 包含检察官 甚至法官 对于自白 他们通常是百分之九十多买单 很少 很少说不买单的 我要问一下这个马律师 因为马律师当过警察 如果说今天我们关在一个小小的这个询问室里头 你要求求这个嫌犯自白的时候 你会用哪一套说法 让这个嫌犯说什么事 我跟你说 以前那个时代 以前那个时代 的确有很多 我们用行求的方式去希望他 这个把自白讲出来 那这个方式不足而已 有些是用什么 那个电话簿 电话簿打 他电话簿会有伤 你只要承认 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甚至用骗的 我跟你说啦 隔壁那个共犯 已经承认 你还不承认 其实根本没有共犯 也没有隔壁的人 甚至第三个 我跟你讲 你承认没有关系 到时候呢 你到 我带你去现场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看到被害人的时候 只要下个月到新认过错 我相信我可以帮你把法官求情 会更轻 又来了 所以这一套呢 这一套都几乎都是一套一套来的 但是我一直强调说 现在自白这个东西 影响了台湾的自发体系 所以我们警察呢 办案呢 有希望这个东西出来 因为只有自白 是最快破案 最迅速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通常我们叫你 如果手上没证据 就叫你自白 自白完以后呢 如果因自白而找到物证 那我就可以洗掉 那个不正确的自白 不然我强暴胁破也没关系 反正物证找到了嘛 人就是你台嘛 完全用这个物证 就可以盖掉你前面的问题 现在重点来了 每次是不是屡市不爽 一万件 一千件 是不是都会照这样子去走 万一 有一件不是这样子 请问一下 这些刑警怎么办 自白已经写下 结果发现 他讲出来 有DNA我也盖掉 对 有DNA我也盖掉 江国欣就是这样子 甚至这一件 我相信不是自己的原来犯案 那个警察 发现DNA 已经是别的系统出来的 他一定把它盖掉 因为这条不归路已经走下去了 当事人被害人 被告在你这边自白 只有两三种情形会自白 第一个神经病 第一个被刑求 第二个被刑求 第三个有人冒名顶替 这三种 这个情形都不可能会发生 那他就不断的 在这种体制之下 他就去压 压住他 让他不要再去报 那试问 如果我们的检察官法官 一样买单的话 我们有多少的释法 这样子的一个冤案 类似于自白定罪的冤案 在这个体系下去 在这边就运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发现他错人了 东海之郎 不是这个叫继父人的人 但是他到底是在 怎么过程里头 让他会痛哭流涕 到了87年 一审查出继父人DNA 跟被害人 詹姓宇学院的检体不符 性侵既罪这一部分判无罪 但是认定他性侵既罪 为无畏罪 这部分维持是 四年六个月的派行 而在89年 二审维持原派 90年跟一审维持原派 91年跟二审就逆转了 认为继父人的自白 跟这人指证 有严重的瑕疵 判他无罪 92年跟三审 无罪病业 到了100年8月12号 就是最近警方逮捕符合东海之狼DN的海巡署市官长廖泰鱼 所以我们刚看到这个马律师讲了说 如果万一 这绝对不是一了 就是有很多人在这过程当中 受到了不白之约 所以校长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这样段下 就会发现 我们整个司法体系让民众会非常没有信心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假如不是DNA查出来 继父人就死心了 就这么简单 那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我们在教书 有没有可能有老师改好件改错 有 成绩登记错误 登记错误以后有两种 一种是老师愿意去改 一种就是我就是没有错 就是自白就是这样子 他会把学生找来 就用各种方式 不要让他改 那我们讲很简单的例子 我这样指认 如果各位有看过那个 日本有一片叫闲诸手事件 就是完全看 那个受害者指认 那受害者指认 他即使看到这个人 可是因为人很多 搞不好看到这个人不是 他一指认就算了 像我跟郑元兄长得也不会差很多 对不对 那万一是我看到他 那受害者有没有可能因为情绪的关系 看到很像就出来指认 所以这个指认本来就有很大的问题在这里 这第一个 你有没有可能错误指认 都有可能 那再加上如果有刑求呢 刑处的这种情况在以前是蛮普遍的 好 刑求之下再加上 像刚好是还好有踩到DNA 如果这个案子跟DNA没什么关系的话 几乎人还不是死刑 所以应该建立一个更严谨的体系 包括你的资格 这方面一定要更小心 要不然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活在恐惧之中 对啊 但是因为过去警方在信问的时候 没有前程录影 那后来马航九当台北市长 有一次我跟他在讲 我说常常有人要讲你们警方行 后来就规定说所有真信全部要录影 那时候市政府花很多钱还被骂 录影录下来 就是说你有什么尊与 从你一进来就 就前程录到底 你去指控警方 没有用 以前有些地方他是用录影 调查局有时候用录影 那这个录影下来 你现在全国几乎都有录影 现在比较少 少有说 我被刑求被怎么样 你现在讲被刑求 现在法官也不太信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 过去刑求当然最有名的是 王银先案 那时候就有 那我记得 我过去在跑台北市的时候 林静岛有个台北先议员叫林淑芬 他上阳明山 然后那时候杨明山管制 他说警察是不能上去 他想说 我民意代表 但是当然这台北市的警察 当然不可能认识他 他就硬要上去 警察就拦 然后就跟警察 然后就骂警察三字经 警察很吼大就带回 因为派出所就在旁边 那带回去他就指控 他跟明朗一个台北市医员就指控 就说警察把我从车上拎下来 连鞋子都不给我穿 就带到派出所 就把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开记者会 警察被骂了灰头土脸 又没有证据 后来我碰到那个 那个局长 我就说 那个马英九不是叫你们 要全程录影 你们没有录影 他说哎呀有啊 我们都忘了 那个录影带赶快拿出来 一看哦原来他到派出所是对警察一直咆哮 一直骂 骂一骂那个台北市的民进党一样帮他把那两根鞋子这样拎出去就像纹皮包这样拎出去 然后指控警察说警察鞋子都不给他穿 这是我自己跑的一个构成我就觉得会当好笑 但是我要讲这个哦 据说现在有全程的录影 可是14年前没有 刚刚校长讲了 如果没有DNA 几乎人已经被枪毙了 你刚才讲那个案子 鞋子的案子 不要忘记了 人家也不受影响 他选上立委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台北地方法院的资深的主任检察官跟我讲 他不管法官也好 检察官也好 警察也好 都非常辛苦 因为案件实在多得不得了 应付不来 所以变成说 在这种状况底下 司法本身应该是光明的 因为他每天都彰显很多公益 司法经常也是黑暗 因为他经常制造冤暗 所以讲的就是类似这种状况 这里面当然刚才几位专家学生有提到 的确 为什么要靠自白 除了刚才什么行求一样 我们有个心理学实验 就是你只要把一个人关在个房间里面 他心理上如果不够脆弱的话 那几乎他害怕没有前途 什么问叫他什么做 他都会配合 他都乖乖配合 不要说跟这个什么 这个被害者下跪要娶他 你叫他把头磕破都有可能 因为那时候人格已经 不是每一个都像董哥你这么强健 不太可能 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了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算数 而且小老百姓没有经过太多的磨练 第二个 这些案件也一再的发生 的确让我们心里也蛮难过了 当然我们希望这是过去以后不会发生 不管是前段军队里面发生的 或者是这件新的一件 的确是令人难过了 看怎么去改善 马英九就做了很大的贡献 录影就是一个例子 刚才讲了说要有冰箱 要有证务室 或者用什么样的证务的键事小组 来改善这些办案的能力 这在警察做得到 可是第二关检察官要守得住 如果检察官完全就是批改座一样 送上来照抄一遍 那没有意义 那到了法官那边 法官如果案件一多忙的话 就知道检察官怎么写怎么判 那不是更惨的 就像刚才叫做还好阿弥陀佛 因为法官终于懂了什么叫DNA 要不然判下去每一个都死刑 大家想想看 像这样的一个东海之狼 他逍遥法外14年 我们说不定还要谢谢他 还多次犯案 否则真的就是一个冤案发生 会让民众会觉得说 哇那真的是我必须要再讲 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办案的方式的话 现在只是因为DNA的差别吗 还是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从警方到检察官到法官 我们看到技术改变了 可是心态有没有改变 对我刚刚听明宜提到两次 江国庆的案子 所以董哥有一个段落 我在我广播一再重复 一定要借用你们时间 我要重复一下 这个后来江国庆认定 目前认定是冤案 然后抓了另外一个嫌犯叫许龙舟 那个许龙舟是在台中被逮到 逮到之后要送移送来台北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我们台中市刑警大队 曾三队 我敢讲那么细表示真有其事 就两个刑警 是专门办案的刑警 你做一座刑警 你也刑警 对你更好 这是民国一百年的事情 又是今年的事情 刚马律师说有进步 我不知道台中市刑警大队 你们这什么办案品质 这什么进步 后来到了 因为许龙舟已经被起诉了 到了法庭 这个许龙舟的律师说 这个怎么可以算数呢 如果刑警用诱导的 我哭 你刑警 你刑警对你更好 也没刑警 是要对你更坏吗 所以这个东西后来检察官 因为已经是北检察官接班了 立庭检察官说 好那我也同意不采 那你们警方真的有进步吗 我跟大家讲说 这些案子都有机工家讲的 都有领奖金的 那些人不用处理了 刚刚庄校长讲的很重要 这是一条人命 这个被误会的所谓的东台市长 可能会被枪毙的 那不是跟江国庆的案子 就刚刚明讲的 那不是又同样的一个模式了吗 那现在这些人 有的已经退休了 有的还在台中市或在警戒服务 不用揪出来吗 不用出来跟大家会一下 你免费没投出来 你自己的机工家 你不用跟大家讲一下 我抓错的人很丢脸吗 董哥我们这种冤错假案很多 可是我要特别强调 那种事后 因为你弄错了 事后的那个 惩处的那个东西 都没有建立 我再补充一下 包括指认的证人或是指认旁边的人 这个过程要找出来 要不然这个过程不拿出来检查的话 将来随便这个任何人可以再指认你啊 因为我指认的没有关系啊 可是指认错误可能会让人家 人命一条就不见啊 对啊 这个因为他指认害击户人 因为他指认的人说 我还跟他发生扭打 那这个就更鲜明了 对不对 有扭打怎么会认错人 那那个女生说是他 他的邻居又说我跟他扭打 那当然就是你啊 你的家伙还跑得掉嘛 还好我们现在 办案大家科学精神比较够 第一个 你讲的那个 通常路边都有录影啦 都大概都拍得到 就是说你犯罪 那第二个DNA这些建立 然后第三个 我们现在很重视见识 我们现场见识专家 林国村医研 他过去干刑警是 李昌毅的学生 等一下下一段 我们就请他讲 怎么来见识 马上回来